刚刚看完歌手的歌王之战 最后大结局终于结束了 芒果TV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那英拿了歌王 这个是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在这一棋里面 那英弱得是太明显了 在声音上他出现了很多明显的瑕疵 就在这四位最后进入PK决赛的这四位歌手中 Fozia 谭维维 那英 孙楠 应该这四位歌手中最弱的就是那英 在我心目中 第一是谭维维 第二是Fozia 第三是孙楠 第四是那英 但是最后那英拿了冠军 我觉得我们就这么理解吧 那英对于芒果TV来讲 他是有娱乐价值的 他为芒果TV提供了娱乐价值跟流量的价值 所以说他拿的歌王就是娱乐上的这种流量上的歌王 不是歌唱中的这种音乐中的这种歌王 之前的那英确实是很强的 如果换在十年前他拿歌王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合理的 他的能力确实很强 但是现在已经是 现在的那英已经是金飞锡笔了 那英明显的声带机能的这种退化 非常清晰 他的这首歌 像梦一样自由 这是一首很需要爆发力的 很需要冲击力的歌曲 但是那英全没有了 就是你在他的这种歌曲里面 你完全感觉到他已经唱不动了 但是他最后竟然拿了歌王 你说这不是奇迹 这些就等于是芒果TV 他又就是闹了一个笑话 最后 这就是那英夺冠对我的一个冲击 那么在当时评的时候 还没出结果的时候 我心目中 我说两个人得冠军 我是认同的 谭维维跟Fozier 但是如果我要选的话 我会选谭维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 谭维维跟Fozier 这两个人在技巧上 在音乐的把握上 他们其实是能力实力是相当的 但是基于文化的一种自我认同 我会选谭维维 我觉得谭维维的特点 或者是他对我们华语音乐的 这样的一些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些很土的 很原生态的民歌 通过流行的方式 搬上了舞台 让大家更多人看到 我们经常在喊文化自信 其实谭维维的音乐 他这种改编 他其实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资本 就是他的音乐 把中国的民间音乐元素拿过来 你的耗子 那么多民间的 他完全就是我们中国 某一个地域的民间 老百姓日常生活中 劳动的这么一种文化的体现 生活的方式 用歌曲用音乐表达出来 然后结合了流行音乐 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视的舞台上 让大家更多人看到 其实这种音乐 让任何一个老外听到了 他们也会耳目一新的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民间的 是属于我们中国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 尤其是刚开头那几句 我一听 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blues 就是耗子 你看blues其实也是 劳动耗子来的 你看这个川江耗子 这其实都是民间非常原生态的 这样的音乐 我觉得谭维维 是在我们华语歌手中 我们经常讲音乐 如果我们要走出国门 要到世界上去 冲击世界音乐舞台的话 我觉得谭维维是很有希望的 如果说把谭维维 放到格兰美的这个舞台上去 我觉得他还是有希望的 就是他的音乐很适合 放到那个现在格兰美分类里面的 那种global的 global music那一个类型里面 那么另外Fozia他的演唱 他的技巧 情感 音乐的层次 音色的变化 舞台的表现力 全部都有了 而且还风格性还很强 你看那种阿拉伯的那种 音乐的那种特点 风格性非常强 所以说Fozia跟谭维维 两个人在音乐上 是实力相当的 他俩哪一个拿冠军 我都是认同的 但是纳英拿那个冠军 确实是超乎了我的预料 就是弱的太明显了 这个差的太远了 孙男这一期呢 在自己的一个安全区 没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太出彩的地方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 我再说一下 本季的这个歌手 到最后 我心目中的第一是谭维维 第二是Fozia 其实两个人谁拿第一 我都认同 但是我为什么选谭维维 是因为我对于我们 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情感 我会选谭维维做歌王 所以说呢 在我心目中 第二是Fozia 第三是孙男 第四是哪一 这是我心目中的排名 好 然后之前 前一轮 第一轮 第一轮里面呢 给我印象 最深的两首歌 一首是孙男跟刘欢的这首歌 一首是谭维维跟陈楚成的这首歌 因为孙男跟刘欢的这首歌呢 我觉得这是一首艺术歌曲 很多人说不好听 这好不好听 其实是很主观的 我觉得很好听 这首歌呢 因为它里面 它出现了很多离调 它音乐一直是在不稳定 我没看过这个电影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 是不是电影的这个剧情需要 它就需要一种不稳定的 这样的一种游离感 所以它的调 调性一直在游 在游离 所以说它这种音乐呢 就是音乐色彩就非常丰富 而且这两个人的合音非常漂亮 你看刘欢跟孙男 在合音的配合上非常漂亮 音乐也非常有特点 刘欢不会是国家队的 特别棒 对于这个孙男的这个帮偿 其实我们听歌 音乐我讲它是有功能性的 其实这个歌它就是有很功能 就是当我们需要音乐 不稳定的时候 你看这种音乐出现了 就当我们看恐怖片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讲音乐 不是要讲协和吗 就是紧张就要解决 但是当你要恐怖片 就需要紧张的时候 你就是需要不协和的和弦出现 其实这个歌 你看它需要不稳定 它就是这种音乐出现了 我觉得它是很有功能性的 它放在电影里面 肯定是很合适的 所以说好听难听 是我们个人喜好问题 但是这个音乐 它的好 是它自身所具备的 我觉得这是一首艺术歌曲 它可能已经超越了流行歌曲的范畴 那么第二个就是 谭卫为跟陈楚生 他俩的这首歌曲 也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惊讶 也有很多人说不好听 这句好听不好听是主观的 但是我就说 我是在这首歌曲里面 感受到了歌曲的忧伤 尤其是陈楚生的 他的哭腔 再加上谭卫为 谭卫也带有哭腔的在演唱 他们俩把这么一首名歌的东西 流行化了 但是情感表达非常的丰富 然后再加上 音乐中的凄凉的那种音色 就让我们感觉到 非常清晰的从这个歌曲里面 传达给你的一种忧伤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 是很出彩的一首歌曲 所以你看孙楠 刘欢这个组 跟谭卫为 陈楚生这个组 一个是偏艺术歌曲的 一个是民歌 流行化民歌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所以这两首歌曲都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期 歌曲的选歌品位 是有所提高的 这两个歌选的特别好 虽然这两个歌 不是特别适合大众的 但是这两个歌 在艺术品位上是很高的 另外再说一下 汪苏荣跟古剧机 我觉得给汪苏荣 配上古剧机 其实就对了 因为这两个人 音色都不那么突出 其实在音色层面上 古剧机可能还不如 汪苏荣 这两个人的唱功都比较弱 所以说搭在一起 就不显得汪苏荣那么弱了 我觉得导演组这么配合 可能也是有他们的目的的 然后在这个PK中 这第一轮中 那音跟回春丹 这个那音很放松 这个歌曲它确实很放松 但是后面明显的出现了皮态 高音确实不行了 确实唱不动了 不过它后面的那一段 讲话到最后一段 情绪上来了 喊出来了 音乐中它确实出现了很多的 比较粗糙 比较瑕疵的地方 然后香提莫跟提马西 他俩的合作 一开始我们就在观察说 他俩都是高音歌手 那么碰撞在一起 会不会很打架 但是最后他俩的音色控制 其实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两个人 没有给我们太大的惊喜 就是可能也是对香提莫 他的演唱有点疲劳了 他没有再更多 给我们带来出彩的地方 所以说我感觉 他们俩的这种表现 也就平平 但是香提莫和提马西 明显是比汪苏伦跟古剧集要强 这是很明显的 然后再说 Fozia张杰这一组 跟海莱阿慕跟张蕾这一组 海莱阿慕跟张蕾 明显是要弱于Fozia跟张杰的 海莱阿慕在这一个演唱中 我觉得完成度不好 因为他的音色 两个人合作的时候 他的声音的控制太弱了 就是他太出戏了 我们通过海莱阿慕跟张蕾 两个人的声音比较 明显的就是 辨识度是海莱阿慕特别高 但是海莱阿慕的声音特别扎耳 就是带有一点威胁性 带有一点刺激性的 但张蕾的音色相对来说 比较好听 比较温和 更耐听一些 所以张蕾搭海莱阿慕 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海莱阿慕太出戏了 后面导致有点乱 然后Fozia跟张杰 他俩 音色很柔 张杰的声音 其实小高音他有点偏亮的 但是在合唱中 他俩是很协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配合 是做到挺好的 但是有一点 就是张杰的咬字 你看英文咬字 我们在直播节目中 也看到网友在说 这咬字怎么一个字 一个字笨 确实感觉张杰 这个咬字有点太紧了 然后Fozia一进来 感觉明显的 就是行云流水般的那种松弛 就是这个咬字 是很明显的有一个比较 好吧 这个就是歌手 最后终于也结束了 这个 那英拿了歌王 我估计是出乎了大部分人的预料 这个就是 芒果TV的一种娱乐效果 他就是点爆了话题 他流量上去了 至于合不合理 意义不大 就是大家讨论他意义不大 所以我觉得 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个娱乐节目 电视连续剧 终于结束了 完播了 剧中 Game Over 我还没有啰嘴 計効 声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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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声音乐 声音楽 声音楽